生活當中介紹一個朋友 這個人很規矩 做事情很小心 隨便什麼一件事情 他都要講出一些 講出一些可以不可以 這樣的人 在藝術創造上 創造的人就差一點 也不夠浪漫 不浪漫 這個 道家的因應 道家思想這些人 產生的很多作品 他都是浪漫 他都是浪漫 就像陶淵明那樣 追求自由 追求自由 心靈的自由 追求他的生活方式的自由 在 在農村 在山里面 他找到自己的快樂 他桃花源建築的陶淵中下 就是他 他以陶淵明的 所謂最高的 最高的理想的境界 這個桃花源建築 他到一個地方去以後 這個農村裡面 人很熱 他不是說那種像那個 許游 鄧斯超講的那個 就是在一個深山裡面 跟不是人間野火 也不跟人家 也不跟人家接觸 吃那個野果子 你有沒有水 喝點水 這樣過日子 他 陶淵明這些的時候 他非常有人情 非常有人情 跟農民在一起 說話 飲酒 喝茶 聊天 跟小孩在一起玩 出去看到一個 雞在叫 狗在叫 摧葉在村子裡面 揚揚生氣 他是最簡單的 所以 我們可以想想 這麼多情緒 為什麼在題材上 這個道家的戰鬥 道家思想影響的一些 那麼豐富 而且一直都那麼高 但是文王朝 我覺得是一個 非常了不起的 魯家的姻緣 魯家的姻緣 他是一種 忠正平和 莊豔樹木的一個抬頭 你聽他的空氣 就像敲鞭蟲 我已經彈下去了 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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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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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中文字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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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枿